近日,2022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预展,并于27号至29号面向公众开放。 本届展会汇聚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家顶尖艺朗。 开放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大量市民排队等候入场,展厅内则有不少香港市民拍照打卡和影留念。 德萨画廊销售与市场总监邵子齐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因疫情关系,很多藏家无法亲身来到现场。 藏家可以进行线上展览,并以线上交易的方式拍下自己心仪的艺术品,这使得今年艺术品的销售量依旧可观。 我们画廊也会有一系列的新科技的融入,包括AI,VR,AR这一系列的科技。 这次的销售情况就已经反映出来,我们卖得非常好。 那很多藏家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办法直接到现场。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是认为,因为大家的需求量都很大,所以说通过图片,通过PDF去购买艺术品,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因为这样是非常有效率,非常快捷的。 唐人艺术画廊销售及市场经理林一军表示,此次展会为香港及内地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国际舞台。 让中外艺术家可以充分交流,互相学习。 它因为平台很大,然后每天交流的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东南亚的艺术家带到香港,北京的艺术家带到香港。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国外的画廊,然后他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艺术家。 特别是青年艺术家,是近年比较火热的一个点。 此外,未能清零现场的北京艺术家中卫,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本场展会的期望。 他坦言,希望自己的诚意之作能引起观众更多的公民。 我觉得更加国际化的这个市场环境或者从业环境对我来说是更渴望的,或者是期望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主要考虑就是我把我的作品做好,然后这个作品是真诚的。 当然是希望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交流了,成功,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效果吧。 据悉,巴塞尔艺术展1970年始创于瑞士巴塞尔,2013年登陆香港,每年分别在巴塞尔、迈阿密和香港3D举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